我們今次說到在神強烈的同在之中趕邪靈 我試過趕邪靈的情況 有最溫和的情況是甚麼 我正在跟那個人一邊讚美神 一邊說 我們就在這兒愛慕神 感謝天父 說哈利路亞 跟他按手祈禱 然後他就邪靈將來 一邊邪靈出 也有在聚會裏面 我在講道就是有邪靈將來 也試過一邊祈禱 都沒有按手的 就是有人有邪靈將來 就是說有些情況是這樣 有些情況就是按手的時候 去邪靈 有一次我有一個傳統的教會 他們很多人都不知道有邪靈這件事 他們就想我去做 講歸聖明充滿 其實很特別的 我去這裡開始的時候 他聘請我的時候 我是沒有聖明充滿的 不過我以為從聖經講 怎知道在那個過程 我參加了佛陀家的聚會 在那個過程經歷了聖明 接著就為人祈禱 有廣邪靈 有醫病 有生命改變 我就在那個傳統教會 叫我去講那裡 我們就一邊教導 也都為人按手祈禱 就越來越經歷聖明 在起初的時候 我還未是很懂得運作的 但是依然在聖明一邊做工 而後來有一次 我們圍了一個圈 拖著手祈禱 接著我旁邊的人 就整個硬了 我知道硬了就是有邪靈的場面 那我就奉耶穌明跟他趕邪靈 他就叫得很大聲地叫 奉耶穌明吩咐他不可以再叫 然後跟他趕邪靈 那時候在教會 有試過有人走過來 他說你這裏這麼乾淨 我說什麼這麼乾淨 他說這裏沒有那些東西 我問是否沒有邪靈 沒有鬼 他說是 我說你經常見的 他說是 經常有隻跟著我 我說在那裏 在門口 我進來他就不進 我說好 我走去看看 一走他就說 不用走那麼快 他就走了 我說你在街上經常見到 他說是 我們走出去看看 他就看到遠奴 有一隻在那裏 我說走過去 走一步 他就走了 這是其中一個情況 另一個情況 就是有年輕人進來 跟他騎到 硬了整個硬板 整個人 我上個禮拜拍了 手硬了 這個整個硬板 我現在知道 凡是硬的 不懂得動的 或者有失控的 那些情況 多數都是有邪靈的 而對於說邪靈 很多人就覺得 跟他猛地趕 我見過有些人 我叫到 嘩 喉嚨真是 你不沙都不行 是去到最盡最盡的那一隻 他就覺得 最盡就能夠過多邪靈 但是我發覺 如果你這樣做 後門就很傷 而且不是一定要很大聲 其實很多時候 人生上他會處理生命 他肯處理生命愛神 肯聽神的話 深信神的恩 你就不是經常想著困難 不是經常想著煩惱 想著耶穌 他是更加容易釋放的 那我就發覺 在趕邪靈的時候 有時又享受神 多謝天父 那些邪靈也約束 感謝耶穌 哈利努亞 跳下 跳下我 哈利努亞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因為心裡歡喜 聖靈就充滿了 聖靈就充滿 邪靈就會走 有時有些人 就很快就趕了 但是有些人就很久 而有些人 不肯遙說 不肯離開罪 就是邪靈就一直跟著他 以前有一個人 他在我初經歷聖靈的時候 在當時我們的地區 我們有同工開會 我就告訴大家 我有這個經歷 當時有一個傳統教會的呂傳道 這個呂傳道 其實他是有經歷聖靈的 不過他又不是很懂得運作 他就說 我們教會有一個人給邪靈附體 他就叫我去 他的牧師也去了 牧師看著我做 他就有這個媽媽和兩個女兒 兩個女兒已經是成人的 他跟他媽媽祈禱的時候 很大的張獻 原來他又找了一些水晶 很貴 很大塊 真的要花多少錢 在家裏面有很多這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我們全部叫他丟掉 他又肯祈禱 在祈禱的時候 真的很強烈的張獻 是鬆了很多 但是那個呂傳道就說 他有一天不肯放手 就是不肯嚴恕她丈夫 之後很多年後我見到他 我還是跟他講這個問題 他都說 我不能夠嚴恕他 因為他幾十年都是這樣 他幾十年都是這樣的問題 怎樣跟他講 是他的問題 你為什麼要生氣他 你生氣他 你不是自己經常都有邪靈 但是他總是不肯聽話 他總是 我過了很久見他 都一樣同樣的問題 別走 就是說這個人 他祈禱的時候好一點 一會兒又回頭 這都是我不同的 在趕邪靈的時候的經歷 也很多時候我會用一眼 看著他的眼 因為他裡面的邪靈 就會看到的 有些人會這樣 我看著他的眼 那他的邪靈就會張顯 他就會覺得害怕 喊 或者是身體有點不舒服 我見過最強烈邪靈 彰顯的情況是什麼呢 是一個人 一跟他講邪靈 他有什麼反應呢 整個好像昏迷一樣 整個黑暗眼就好像跌倒了 但後來他說 我聽到你說話 不過他整個昏迷 就是魔鬼封住他 讓他看不到我們 趕邪靈 變成他生不到 但是我們堅持說 就算這樣也好 你盡量 他吹氣吹不到 盡量收呼吸 你收呼吸的時候 自然吹氣 會吹得多些 會強調一些氣出來 你就想著 耶穌充滿邪靈出來 就在路管開始 他可以看著我們 看著我們 開始合作 慢慢一步一步 他也挺嚴重的 那個人 可以說我見過人之中 其中一個很嚴重的邪靈 但是我們說邪靈 是完全不需要害怕的 我不知道中間有沒有人怕鬼 是完全沒有那種 陰森恐怖的感覺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耶穌和邪靈對抗 是很光明的 不過你看到他的反應 是很強烈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 去趕邪靈 是會加憎你的信心 你說如果我趕不走怎麼辦呢 趕不走就和他祈禱 認罪、悔改、主要你的生命 他肯的時候 又要讚美神 又要奉耶穌充滿趕邪 趕下又讚美神、愛神 慢慢就會鬆了 你可以嘗試這樣做 做的時候 其實他在那裡頂著 叫他手按著那裡 或者吹出來 吹出來有什麼聖經根據呢 在這張紙裡有講了一個經文 經節就沒有講過經文 尾四郎 約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二節 二十章二十二節 那裡就說什麼呢 就是耶穌向他們吹一口氣 說你們受聖靈 就是說原來吹一口氣 就可以經歷聖靈 就是說聖靈可以透過氣傳遞 那現在很多人都有這樣做的 就是有很多恩高服侍者都有吹氣 那我自己看過有些恩高服侍者 吹的人整個好像整個軟了 但經歷是很好很平安的 那就是說聖靈可以透過吹氣傳遞 那聖靈是創造天地萬物的 包括天使 所以天使都是聖靈 聖靈創造的 而天使墮落就變成邪靈 所以邪靈也是跟聖靈有類似 也有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就是邪靈是邪惡的 是引人犯罪的 是令到人失控的 但是它相同的地方 一樣可以吹氣趕出來 那這個觀念 其實我起初自己試做的 就是其實沒有人教我的 有一次在我初經歷四年之後 沒有多久 我就參加一個聚會 在聚會看到一個全途人 我認識的 他就跟另一個全途人聊天 那另一個全途人就說 我教會有一個人 他就有邪靈搞妖 因為他請了一個偶像回家 然後就有邪靈章顯 現在進了醫院 他就想找馬國棟去跟他說邪靈 那我就說 你想找馬國棟有排都找不到 我今天可以跟你去 那我就立刻跟他去 去到就有幾多人跟他祈禱 但是祈禱他是失控的 然後我跟他祈禱 他真的站不穩 搖來搖去 但是我跟他說親近神 依靠神的祈禱 那其他就越來鬆 平靜了 全套平靜心 就躺在床上 那天那個全途人跟我說 他說 陳文醫生看他就說 現在沒事可以回家 最初就說他要去精神病院 但是跟著 因為他們說不相信有邪靈 所以就說精神病院 然後第二天他就說 你可以回家 所以我們看得到 原來聖靈能夠真實地跟別人說邪靈 而同時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女性 她穿著白色的西裝 應該是在辦公室工作的 因為其實有幾個 她的朋友 我就跟她說 她說我可以為你祈禱 求聖靈臨上去保守你們 他們每個人都願意 這個白色的衣服 其他人都走 她還停留在這裡 我看到她在祈禱的時候 我看到她搖 我就跟她說你投入一點 聖靈的臨上會加強 神在你身上 她一投入 她真的搖得很厲害 然後搖著搖著 她在很短時間 她就開始大笑 她笑得很大聲 那時在那個電梯口的 在醫院的樓上的電梯口 她都不計較 不停在那裡笑 然後笑了大約五分鐘左右 然後就開始哭了 哭了很久 哭了可能有二十分鐘 哭完又笑過 接著那個人就鬆了 後來這個人 他就參加了教會 後來他就成為了宣教士 他現在已經是宣教士 就是一個人偶然間認識 而他在廣情的時候 我看到他的喉嚨都脹了 那些筋全部膨脹了 那些筋全部紅了 我就看到他真的很不緊 我就說你放鬆吧 那時就有個意念 你吹他出來 我說放鬆吹他出來 那他就放鬆吹他出來 接著一吹 他就鬆一點 然後接著我又說 又和他祈禱 祈禱他又在帮緊 我又說你放鬆吹出來 又鬆了 我原來發覺 凡是有人一趕邪靈的時候 在帮緊 他就放鬆吹出來 就容易釋放很多 但是當時是有信心 就是相信耶穌是聖過邪靈 就不要覺得 很難搞 就是越是覺得邪靈難搞 而且越是觸實自己的負面思想 給水網 就越是難搞的 但是越有信心 就越是快滾到的 現在我們會看經文 我先講講一些我廣邪靈的經歷 尤其去宣教是特別多的 香港也有的 那個是少很多 我們現在看一看 第一 我們如何進入神的強烈同在 來到廣邪靈 如果你沒有的話 可能和人分享 這張可能是不對的 第一點是深信神很愛和喜歡我們 以及祂能夠趕走邪靈 這是最重要的 這是信心 這不是驕傲 這是深信神很愛我們 很想祝福我們 很想充滿我們 這個信念是很重要的 經常都深信神在愛我 神在祝福我 神在幫我 大家會不會這樣相信 經常都相信神在愛我 神在祝福我 神在陪我一起 這樣我們就會處理所有負面的思想 有些人經常都憂鬱 或者一釋放就哭得很淒厲 為什麼呢 因為他經常在想那些不好的事 他在哭的時候 哎呀 我很慘 哎呀 人們愛我 哎呀 人們對我不好 哎呀 我又沒有朋友 有 人都慘 當我越想的時候 越淒厲 哭得越淒厲 就越難釋放 因為他停留在這個問題 所以當我們有這種情況的時候 我們是什麼呢 耶穌現在幫著我 一起跟我講 耶穌現在幫著我 耶穌在祝福我 耶穌釋放我 我不用擔心 不用憂慮 這個是最重要的 就是事事都深信神的愛 好了 第二就是聖年充滿要付出代價 有些人說 我在聚會已經經歷過 其實那個是經歷不是充滿 我們要記實 不是充滿 有人跟你祈禱 你就算有什麼彰顯都好 你不是充滿 你只是經歷 聖靈臨在你身上做功 第一是聖年充滿一定要長時間保持 以下的幾點我一起讀一下 第一是悔改禮罪 第二遵從聖經 第三信靠神 第四是整個靈魂敬拜祷告 第五是遵從大戒命和大使命 第六是接受聖年充滿的人的按手祷告 我參加聖年充滿聚會的祷告會 第七是處理生命 第一是悔改禮罪 如果我悔改了 他會否離開罪 第二 聖經說的我們都遵從 因為如果不遵從聖經 譬如亂搞男女關係 又想起一些不好的東西 看色情的東西 又生氣人 這些就一定不會聖年充滿 因為在這種情況的時候 是會有問題 我也想說 當人在罪是可以被邪靈攻擊 我當時在宣教 我遇到一個牧師 所謂牧師 這個牧師真的沒有處理生命 他公開 一群人在 他完全沒有收視 他說 他說我乘飛機 看到那些空中小姐 我就經常想那些空中小姐 我回家睡覺 又想著 你不會覺得這些是罪 就要悔改嗎 他說我都好 那些人都不說出來 他們自己想又不說出來 我說是 不過你自己都要處理 人家又不處理 那你也要處理 好了 我發覺他為人祈禱 他就抱著那些女性 我又覺得很奇怪 他為人祈禱過的人 是會瘋狂的 當我為人祈禱 又踢又跳 要用四個人捉緊他的手腳 才能夠控制到他 那我就開始懷疑到底他是 傳遞聖靈還是傳遞邪靈 真是可以傳遞邪靈的 如果一個人在罪中 因為他不覺得犯罪是不重要的 他在網上還後來 說了一些發瘋的事 我就說你不悔改 我不會跟你再聯繫 原來有些人在這樣的情況 所以不遵從神是不會 聖年聰明一定有問題的 信靠神 相信神很愛我們 很想充滿我們 很想祝福我們 第四 整個靈魂敬拜佛告 這就是我們講過的心靈 心和靈 記不記得魂包是甚麼 三藥是甚麼 思想 意志 感情 可不可以記住 思想 意志 感情 整個思想 認同神是最好的 意志 我全身跟從神 我感情 我喜歡神 我歡喜神 思想 意志 感情 然後靈 靈是很難去形容的 為甚麼靈呢 是整個人的裏面 就包括靈和魂 所以是整個人的裏面 善美天父 感謝天父 Hallelujah 你嘗試這樣做 在心靈裡整個人湧出來 好像靈魂湧出來 Hallelujah 整個人 好像整個靈魂飛去神 那裏面 那你便說 很難分靈魂 那你就想像你自己是 好像一個人飛去 你那個人還站在那裏 不過想像 飛去耶穌路 Dong to耶穌路 心這樣做 你多做 做到下 你就會整個人的裏面 整個人的裏面都在愛神 不是只是表面 當做慣了時 我自己做慣了 我不用一定是呼叫的 我一想像耶穌路 這些喜樂 就已經湧流了 我一經歷喜樂 我會珍惜 我希望大家如果經歷喜樂 千萬別讓祂走 我即時在巴士上不斷保持 但不出聲 然後回到家裡又不斷祈禱 第二天又立刻祈禱 我要保持神給我的喜樂 一直保持到現在 我希望大家都會珍惜 就是整個人相信神 充滿我們 整個人用心 盡量整天 不要浪費時間看電視 那些是無益處的 你做什麼都好 一路讚美神 感謝神 如果你家裡有時間 你試試用長一點時間 然後當你長的時間 討過之後 你就等候神 等候神不是一定是空白的 你可以就順著聖靈的感動 即是你的聖靈感動 你多謝天父耶穌真好 祝耶穌真好 你也要我享受你 你就是這樣跟著 你不是想 不是想每一句說話 就是自然地 由他這樣 聖靈帶著你 你帶著帶著你 有時就會有一些意念走出來 我自己時時都有這些情況 即是在教導 或者在服侍 聖靈都會這樣引同我的 就不是 有些人可以靜靜等候 有些人真的會聽到 直接有聲音跟我們說話 就不是每個人都會有這種恩賜 那就不要緊 總之你在聖靈中運作 聖靈會跟我們說話 接著第五 就是遵從大戒命 第二點 主要就是我們要看重聖靈 以及應用聖靈 第五點就是 遵行神的大戒命和大使命 第二點就是我們要看聖靈 要相信聖靈 我經常都會解釋 即是不會這樣看過算 要令到一些人 幫一些人去名下聖靈 第六 就是接受聖靈充滿的人 而是潔淨的人 有些人 他們又罵人 有很多怨恨 有很多憤怒 這些人的按手祈禱 是可以將他的問題 傳遞給別人的 所以不是任何按手祈禱 我們都會接受 我們要認識這個人的生命 以及參加聖靈充滿的聖靈 的祈禱會 一起草告投入的時候 聖靈的臨作是會加強的 第七就是處理生命任何的 負面思想情緒 所有不好的 我們都處理所有的聖靈 第三就是 這兩個經文三四都是講到 神的德性 我們一起讀 《路加福音》十章十九節 我已經給你們全命 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有聖靈充的一切的能力 斷無有十何能害你們 這裡是不是每個都有這個字 如果你沒有的話 找一個位置有人有 可以和他分享一下 神已經給我們全命 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有聖靈充的一切的能力 斷無有十何能害你們 所以這裡講到 就是耶穌勝過一切 在我來說 這個經文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我經常親近神 遵從神 做完神吩咐的事 經常在愛慕神的狀態 由處理生命 所有的問題處理 這樣的時候 我會勝過一切的情人 我的解釋就是這樣的 支持是什麼呢 譬如《以復所書》第六章 我們會講到這個 這個傳父軍裝 傳父軍裝是什麼呢 真理 公義 信德 呼音牌 救恩的頭盔 聖靈的寶劍 就是神的道 全部都是屬於真理那邊 靠著聖靈多方討告 就不像有些人的做法 他們會有很多真戰的討告 我不是說一定是無效 不過聖靈是沒有的 他們會在奉耶宗明 這個觀音的邪靈 要離開這個地區 在香港要離開 離開這個城市 離開這個地方 那我就 我就見不到有這樣的奇道 我聖靈看不到 我聖靈有見到 管人的邪靈 人身上的邪靈 但他沒有見到管地區的邪靈 譬如保羅去傳道的時候 去到不同的地方 以弗所 有這麼多的偶像 他又沒有奉耶宗明 管地區的邪靈 即是否奉耶宗明 管地區邪靈 邪靈就會走離開地區 地區再沒有邪靈呢 我自己看聖經就看到 就是神的同在 親人神的人 我們有神的同在 愈親人神 教會愈有神的同在 教會的周圍都會受神的祝福 但是否整個地區的邪靈 全部都離開了呢 這一點 我就覺得沒有聖經的支持 在大禦書第十章 亦都說到 有個穿白衣的人 他就說 米加勒天使和他一起去爭戰 這個應該是基督 舊約的基督 他就說 有波斯的魔軍 阻言了他有一天 即是他和波斯的魔軍爭戰 然後他說將來就有 希臘的魔軍 我們發覺 是他爭自我 他沒有叫彈以利爭天王 彈以利就沒有祈禱 波斯的魔軍要走 他沒有這個祈禱 我全本的聖經繁民 全部都沒有 全部都是去親近神 遵從神的祈禱 那樣的祈禱 所以我 我只是說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又不會否定人去做 但我自己是沒有做的 我覺得 這個是不需要的 但我想說 反正就是有人用這個經文 他就去支持他去 奉耶穌明 去趕這個地區赤禱 那他怎樣解釋 我告訴你他怎樣解釋 他說我已經給你權兵了 可以剪扎十條戒指 所以你就要去猛暗宣告去趕他 他就是說 給你權兵 那你就去趕了 趕地區赤禱 但我來說就是 我已經有權兵 已經勝過他 已經勝過了 所以我就是行神的路 七人神 處理生命 趕地區赤禱 就是我的解釋 就好像二副所詮第六章 就是有真理、公義、信德、救恩、福音牌 這些就已經有全副軍裝 就已經能夠抵擋魔鬼了 就不是還要再 就是好像 有什麼意思的 他們有耶穌在這裡 我們就去打仗 其實耶穌說什麼呢 他說 如果不是將壯士捆綁 我搶劫他的家裡的東西 就是說耶穌已經將壯士捆綁了 他已經勝過了壯士 所以我們可以搶劫他的東西 就是說 耶穌已經勝過了魔鬼 不用我們現在馬上宣告才勝魔鬼 魔鬼是已經踐踏在腳下 我現在已經勝過 所以我們可以有這個權兵去行神的路 有這個權兵去踐踏魔鬼 就是他完全是 我不需要怕他 有些人也都時時會說 邪靈攻擊 我就覺得問題在哪裡呢 就是最不好的東西 負面思想情緒 就是處理那些和親近神 就不只是跟他趕邪靈 就是有些人會趕憤怒的邪靈 懶惰的邪靈 怨恨的邪靈 憂傷的靈 那是不是趕完這些就會不憂傷呢 我發覺很多人趕完都是憂傷的 我亦都去過這些聚會 第一年我看到他們有一個人 哭得很厲害 所以我認得他的樣子 我那兩三年他仍然在哭 現在他仍然做同工 為何仍然是這樣的呢 我就覺得他沒有處理生命 就著重多些是趕邪 經常都趕 就不是著重 我在神裏面 神保護我 神祝福我 我在神的同在 我已是德性的 當他在祈禱的時候 他就不是想神的恩典 而是他想回他老公罵他 所以他就憂傷得很厲害 我猜了一下 我不知道他裡面想什麼 但是我見到他祈禱 就哭得很淒涼 這個我就覺得是他 他建立同神的關係 而不是趕邪 不是趕完後 他就會起落 好了 第四點 這一點有沒有人有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有很多教會 有很多群體 是用了很多時間做這件事的 我就用多點時間 接近神 處理生命 去全人福音建立靈命 這個才是打仗 全福音建立靈命 這個是打仗 救人靈魂 就不是每天都在喊 奉耶 宋靈那些邪禱走 那樣 都要傳福音 不只是喊完 就會那些邪禱就走了 這個是我覺得聖經 寶羅在斯蘭傳是沒有做這件事的 他就是去傳福音 去建立靈命 建立教會 這個就是我覺得的看法 還有 我就不喜歡說窩鬼攻擊 窩鬼是會攻擊人 不過問題就是在他罪和他軟弱 沒有親近神 所以我就不會 譬如有個人很煩惱 唉 會有傷 魔鬼又攻擊我了 第一 我不會說 他是魔鬼攻擊 是的 不過他入口是他的罪和軟弱 所以我就會說 你和神關是怎樣的 你內心怎樣的 你的情緒怎樣的 我就會去那些位置處理他 我就不是說 你有什麼邪禱 我站起來和你先趕他 我會先處理他的生命 如果他有邪禱 我會和他趕邪禱 這個 大家如果有疑問的可以回應 我覺得有時候有些人經常都說 魔鬼攻擊 就會令到他的注目 只是在邪禱 只是趕邪禱 就不是注目在處理 心裡和神的關係 這個是 我提醒整本聖經 都是著重這件事的 就是著重同神的關係 處理生命和侍奉神 接著下一點就是 一個天使就能捆降魔鬼 所以我們不用怕他 啟示錄片十章一節 我又看見一位天使 從天降下 第四點 一起讀 我又看見一位天使 從天降下 手亂拿著臥底 坑一些藥士和一條大鏈子 他捉住那狼 就是古蛇 又叫魔鬼 又叫實彈 他捆降一千年 就是一個先次 耶穌沒有派一隊 神沒有派一隊 一個天使 就綁住他 捉住他 所以這個 我們看到 魔鬼是完全輸了 所以我們完全不需要怕魔鬼 不過 如果有罪 一定被魔鬼留地 他一定攻擊 但是他堵住破口 不是去趕那些邪靈 而是去處理生命 如果真的有邪靈 要趕 不過最主要堵住破口 很多人來說是處理生命 和神的關係 和現立神的關係 怎樣幫助人 經歷聖靈和趕邪靈 第一 就是大家幫人 建立和神的關係 這是最重要的 深信神愛他們 很多人和神的關係 經常都說 我要做什麼 我沒有做什麼 所以我犯罪 這就只是律法 我們應該著重 是多些陰臉 神在愛我的 神這麼愛你 你可不可以回應神 回應神 神就很歡喜 這樣更有動力 譬如你和兩個夫婦吵架 你今天回去 你要和丈夫太太 認錯 你要幫忙洗碗 你要認錯 你要做什麼 你跟他講了很多東西 他說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很久了 不過我做不到 但如果我們跟他說 你想回你戀愛的時候 你看看他對你怎樣 那時候他對你怎樣 你想回他對你溫馨的時候 他曾經怎樣愛過你 你覺得他這麼愛你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回應他的愛 是更加容易收復關係的 所以我們說回神的愛 讓人知道神在愛我們 神現在很喜歡你親近他 是更加容易幫人修復 和神的關係的 好了 第一就是建立和神的關係 第二就是藉著輔導 幫人處理生命 我們講到輔導的時候才講 以及我們之前幾堂 都有講到處理生命各樣的事情 第三 幫人深信神的大愛和學習 從靈魂深處來深深愛主 就是靈魂的討告 即是說 經常都深信神的愛 祈禱的時候就不是這樣 神快點祝我 呼我 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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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求 好像很難得到 而我們是怎樣 為什麼呢 你想像 我們一個小朋友 神就是個爸爸 爸爸看到小朋友都不知道 開心到不得了 神就在你面前 啊 我很想祝福祂 就是這樣的心態 所以其他時候 神你真的很開心 你一看到我就很開心 我親近你你就很開心 我就很感激你 我就回應你 這樣是不是容易很多 即是不要一直祈禱 神你不知道去哪裡 我很多虧欠 我不行 想負面就很慘 但想正面呢 人就有力了 想神的愛就有力 那聖經也是講到 是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不是我們 不是只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是有壓力的 長時間 譬如說 你水耶穌 你開始每天要看聖經 每天要祈禱 你要處理罪 你要對家人好 要遙恕他每一個 要傳歡音 找機會傳歡音 你只天天跟他這樣說 你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你要快點做 每天都覺得 信耶穌之後 信耶穌就有恩典 信耶穌之後 就做很多事情 我都是做很多事情 但我心是什麼 我做什麼 神都歡喜 神經常都欣賞我 神經常都欣賞我 我正面和有動力 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第四 自己為人祈禱的時候 用心靈深深愛主 神的同作會加強 這件事需要在家裡多做 在我們聚會有多做 尤其在聖靈充滿的狀態 大家容易經歷聖靈的時候 你就越頭又發覺 神的同作越強烈 你就知道 神的臨作越強 第五 如果自己已經處理生命 靈為潔淨 就可以為對方按手 祈禱 但如果你在我們勤體 就要經過我們通過 你要寫處理生命 我知道你處理生命一段時間 知道我們為你祈禱測試 覺得你是潔淨的 可以釋放某些人 做按手禱告 你現在沒有按手禱告 你也可以不按手禱告 因為我是見過人 按手禱告 而傳遞邪靈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所謂牧師 祈禱過肚的人 發狂 然後 之前有人為人祈禱 祈禱之後 他會很憂傷 也有不同人跟我說 他說 不知為何為人祈禱 我就很憂傷 裡面很懼怕 睡得不好 這就是因為他裡面不潔淨 他會收到別人的邪靈 他也會傳遞給別人的 好了 接著就是 可以按手禱告 否則就不要按手禱告 但也可以為祈禱 人們詢問對方 有沒有在心靈和身體經歷平安 輕省 感動或者愛 安慰 身體舒服 下一節 下一節才能說到邪靈 即是如果他覺得舒服輕鬆 就解個經文給他聽 這些我們之前講過 我們不再講了 聖靈臨在 祝福你 是神同在 感謝主 是神的同在 如果有 就告訴對方 這個聖靈工作 他就幫他越投入 聖靈就越強烈 你就越聖靈充胃 好了 接著第七 如果對方有邪靈彰顯 這是我講出不同的 例如 覺得有抵抗的力量在裡面 即是有一種力量抵抗他 或是因為你經常跟他講話 叫他不要相信耶穌 或是說得是一種力量在裡面 運行而是邪惡的 是敵黨的 他不能夠全心其土 總是很分心的 或是覺得身體裡面 有一些不舒服 頂住的感覺 有些地方是頂住的 壓住的 膨脹著的 這樣就奉耶穌的命 趕出尺力 即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趕出尺力 有時也可以帶他悔改離聚 悔改離聚 因為不僅是說邪靈 也帶他悔改離開聚 放下負面思想和情緒 帶領他全心愛耶穌 因為悔改離聚和愛慕神 都會叫邪靈離開 即是親近神和處理生命 邪靈會離開 要留意邪靈如何拍出身體 他深信神是聖過邪靈 他就按住部分 如果他覺得哪裏頂住 按住那裏 奉耶穌命那些邪靈要走 如果有人 譬如有同性的伏事者在一起 我就叫他和他按住那個部分 按的人都一定要潔淨 因為他那時可能正在釋放邪靈 我和人說邪靈 也有些人跟我這樣說 他覺得手指尖 腳指尖有些東西走出來 這也是有不同的人跟我講過 而且我有試過感覺 好像有些力衝出來 即是按住的時候 有些人有邪靈 有些人衝出來 這也是裏面的邪靈 但如果我們站穩 他衝出來 都影響不了我們 都會離開 然後可以放鬆自己 憑信心把邪靈吹出來 即是說 有些人很緊張 很緊張 有些人很緊張 我就說 你放鬆的人 以為耶穌愛你 放鬆 吹出來 出去的時候都放鬆了 有很多人都說 立即覺得鬆一點 這個我發覺 是挺有幫助的 也可能有幫他放鬆的人 變成身體沒有障礙 邪靈更加容易出來了 他也都需要每天回家 每天親近神和處理生命 邪靈都會離開 邪靈也會離開 邪靈有幾種程度 有些是 首先 在《以弗所書》二章一到二節 就說到 那些不信的人 是有邪靈 在他心中運行的邪靈 這個不一定是附體 邪靈在他心中運行 影響他 另一種就是附體 譬如耶穌去到傳道都不是個個附體 是有些人附體 人在那裏典 是有那些人附體 所以 不是個個人 不信耶穌都是附體 不過他是被邪靈影響 即是說 他有些是附體 有些是影響 有些是偶然間來影響 也有些人說 睡覺的時候特別容易 有些人有些邪靈來搞妖 這件事我都聽過很多基督徒跟我說 甚至我去一些聖經學院 也有學生告訴我 覺得有事情 走上床去搞他 這件事我就會說 你越親近神 他就越少搞你 到最後是會不再搞你 如果你有這個情況 你就越親近神 人人都親近神 是 你意思是 即是說 附體那些是 它是 是 但影響那些是 搞它 那樣的意思 是 即是說 它影響它 就未必是附體 附體那種是怎樣 附體那種 你跟它祈禱 馬上會有反應 它裡面馬上會不舒服 它會比較難了 它的生命 影響是 即是說 它影響它的生命 譬如 不能夠專心愛主 或者是容有罪 你有沒有想知道 如果我們信了主的基督道 有沒有機會給人看 關於這一點 因為很多人就會說 你有耶穌 就沒理由 邪靈都可以住在 同一個人的生命之中 有很多人不會這樣說 那我就 為了不要有 有一個諮詢 即是說 好像大家爭論 那我通常 就不會說 基督徒都可以有邪靈 即是我不說這句話 不過我發現 的而且 我有一些人信耶穌 他是有邪靈 說得出來 那到底是 他信得不夠真 即是 沒有真信耶穌 要是他信得不好 所以有邪靈入侵 我就不去判斷 即是 到底那些人 真的得救 即是他得救 是否同時得救 同時有邪靈在他裡面影響 有些人會很反對 那我又覺得 我不用去辯駁 總之他有說邪靈 我就跟他說邪靈 我不用去辯駁 這個人 搞錯 基督徒怎麼有邪靈 即是我不去辯駁 我只是說 他有邪靈 我就跟他說邪靈 但我的確見過 不少的人 他說是信耶穌 而他是有邪靈的交曉 有邪靈附體 邪靈附體 和有邪靈的交曉是不同的 邪靈附體 但是你跟他祈禱 他會有些奇怪的動作 他身體會忍住 痛住 他可能會喊出來 他會失控 這個和有邪靈的影響 譬如有些人憤怒 或者思想很多問題 你跟他說邪靈 他未必有什麼彰顯 他只是要親近神和處理生命 他未必要趕邪靈出來 在乎這個人很投入 越投入就邪靈越容易趕出來 有些人他放 我試過一按手幾秒鐘 邪靈就有彰顯 但有些人站一大輪才開始有彰顯 後來才越來越厲害 即是他不放 所以變得不痛 即是聖靈不能夠進去的裏面 將他趕出來 OK 好 有些人也有不同的人 定義不同的 譬如有些是 譬如附體也有影響他的思想 說話 有些是影響整個人 即是他做什麼 可能忽然間又不能做 忽然間在家裡也有邪靈 要他家裡的事情都被他搞 有些是這麼嚴重的 我剛才說的那個 不肯而樹丈夫的那個女人 她是說她睡在床上 她會感覺到 有東西在她床上走 而她的房間只有一個人 而且她會感覺到 好像有人在她旁邊吹氣 氣在她的臉旁 感覺到情人很接近 即是說這些程度 都有不同程度 有些是強烈的 被邪靈控制的 有些是沒有那麼強烈的 只是說那個 一祈禱就好像昏迷那些 就比較強烈的 整個人的意志 即是說話都說不到 不能夠合作到 那些真的要長時間和他講 清理了多些 然後請他合作 OK 接著就是 第八點 就是輔導 祈禱完討之後 就輔導他以後回去 如何親近神 和遵從神 和處理生命 譬如同人趕邪靈 因為他未處理生命 有時不是一次過做完 也做得太久 又很累 所以我們做到上下 就可以說 你現在回去要做什麼功課 你下次就 即是你都親近神 你可以用WhatsApp 告訴我 你的進度 你現在情況如何 我們繼續幫助你 那你下次來 我又再為你祈禱 第六點 就是趕邪靈的時候 可以用的方法 就是要奉耶穌名趕邪靈 可以討告或者唱詩愛慕神都可以 全心興奮讚美神 這個和射詩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 大家可以看著我 討告愛慕神 多謝天父 讚美耶穌 這個興奮就是 是的 耶穌真的好 感謝耶穌 因為他興奮的時候 那時候聖靈更加容易 在他裏面做事 更容易將他裏面的邪靈說出來 都是可以這樣 叫他在那裡跳一下 叫一下 都是幫他投入一點 然後就是 默想神的尾線都可以 就是他自己 經常都想 耶穌真的好 耶穌真的好 我真的和你 面對面相 親近你 你真的和我一起 耶穌愛我 我又愛你 在這樣的情況 邪靈一樣會走的 因為 有神的同在 他怎麼可以再 停留在這裏 是不是 好了 接著我們會 討論這幾點 第一就是 如何勝過對邪靈的懼怕 待會分組的時候 你相信 你可以為人趕邪靈嗎 為趕邪靈的人 需要怎樣處理生命 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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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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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